长嘴 安宁 虽然有人想彻底封锁消息 但这天下没有不斗风的墙 老臣 已派人多放打听 总算是知道了 那个女犯人临死前说了什么 说了什么 一切都是 韩王注释的 韩王 这不太可能吧 再从韩王得胜归来 陛下的场次越来越多 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 殿下 并非老臣大胆 挑拨殿下的手足之警 始祥 邀请殿下出行打猎的是韩王 献上新马案的还是韩王 还有 那个女犯人在太子出发前 就启动了毒杀的机关 请问殿下 出发前 是谁叫来那个女犯人 修补马鞍的 是韩王妃 这就是夫唱夫随 殿下 她都要置你于死地了 你可不能再忍了 韩王不会这样 陛下和皇后 也相信她的 毕竟是手足兄弟 如今那个女犯 是死无对证 谁也不知道 是不是有人在挑拨 她一直以真心待我 我绝不会 猜疾于她 都是秦孩儿 现在是韩王不老实 不是你对不起韩王 就算再偏心 也得说句公道话吧 太子妃 太子的顾虑 是有道理的 究竟是谁 在狱中害死这个女犯人 说是自尽 怕是灭狗 如果是灭狗 这个人又是谁呢 皇后驾到 快快躺下 阿娘 老臣 阿娘 见过皇后殿下 平身 安心养病 快点好起来吧 阿娘 陛下命大理寺 调查尔玛安毒杀一案 有没有 阿娘不是说了吗 安心养病 你现在不可劳碌过渡 听说 那个女犯人 莫名其妙地死了 死前 还提到了韩王 大胆 又是谁给你的胆子 敢在本宫和太子面前 扮弄是非 儿媳错了 你管不住你的嘴 本宫帮你管 来人 长嘴 是 阿娘 皇后 陆云锦 你要插手 是 我本宫的家务事吗 不 不 老臣不敢 退下吧 老臣 告退 长嘴 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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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怒阿娘 阿娘 大鸿 今天看在太子的面上 就饶你一次 日后 胆敢再乱交舌头 破坏韩王和太子的关系 严惩不淡 是啊 是 出去 儿啊 谣言比剑血封侯的力气还危险 你跟秦王韩王是我的亲骨肉 你们亲兄弟之间 绝不能相信任何的挑拨之言 禁军都是陛下从世家子弟里挑选出来的 装备好体格也不差 就是经验严重不足 那容易啊 把他们派去边城 打击上就可以了 笑话 禁军能随意调动吗 还是想想怎么加强训练吧 将军 太阳这么大 受不受得了 受得了 边城凤沙那么大 盛将军你都受得了 长安这点太阳 我们也受得了 你怎么知道我是从边城回来的 我父亲是兵部主事人员 编城每个月的奏报上 一定都有盛楚慕三个字 兵部谁不知道你啊 其实我也想去编筹 但是我父亲不答应 将军 以后你出征打仗 能不能把我也带上 你话还真多 想要出征 就好好训练 光说不做 到战场上 只能等死 是 盛楚慕皆旨 是 盛楚慕 不为太子不利 辜负圣恩 仗则一板 将为百齐将军 即日起闭门思过 主者施刑 盛将军 去刑部领罢吧 是 是 盛将军 请安心养伤 姐姐 怎么样了 盛将军 习武之人 巾骨强健 负善 请不用担心 有劳了 我也是没办法嘛 这陛下都说了 打一百仗 少一仗都不行 不过你放心 我打个招呼了 轻轻打的 轻轻打 这都皮开肉炭了 父娘子 这你就不懂门道了吧 这皮开肉炭是外伤 里边没事 那 那也不用打他血淋淋的 血淋淋看起来严重 陛下才会有怜悯之心嘛 你不是说了和他不相往来吗 瞧你这一脸心疼的样子 太明显了吧 要你管 他受伤了 你那么心疼他 也不知道你受伤了 他会不会心疼你 我受伤的事情 你可不要告诉他 好 我不说 你会不会过你 我疯狂你 啊